因为翠神这个英雄 他这把应该是一个辅助吧 算是 哎是两边翠神都出了辅助装 英币哥又给大家 中路大乱斗先来一波 会不会 中路 好像有这种 哎直接闪现 拉回来 巴德也交一个闪 回声区Q到两个人 维克兹这边一级是比较弱的 王尊一个Q到 Q到了对面巴德拿到一血 但反正小天也被杀掉 两边 进步道 可以直接右键进到普攻距离 小天现在是一个人 旁边小明好像来不及回来 哦这样小明拿到这个人头 刘青松这个位置感觉还要继续被追 看下下一个技能好了没 感觉苏松也要死了 这边被控住 小明这个Q很准啊 两个人头下路是都被小明拿到 你现在说总绝 也变得比较适合辅助位去出 对 而且看他们这个阵容也是要冲起来 又再来了第一波杠克配合上卡萨 摸眼过来一闪拍住Q到巴德的Q很准 但回身之间换了一个音笔格 两个艾翁这草也太多了吧 你看这边已经被中的Q到过来 巴德Q减速挂了一个虚弱 有TP 这个位置派克一个一闪拉上去 但是自己的位置有点危险啊 刘青松在侧面先被解决 正面两个瞎子是队换掉 两个瞎子互相击杀了对方 两个瞎子互相击杀了对方 但是反手有六几能够 肯定用生命瓦解射线 直接是把音笔格给融化 而且现在种了一个草很贴心 两个人在草里埋伏 这边勾引一下 对面上当了 感觉有没有机会 这波过来直接空到 松松这边又倒了 松松上当了呀 是的 奇妙里城过来摸眼 踢踢回了一个派克 小天感觉也没了 人头想让音笔格 这个时候 拿下用血球拿下的人头 Fanplus中单 拿下Fanplus打野的人头 真的是开始相爱相杀了 这边也说毫无办法呀 现在目前看来这边 TAMUZ的一个联动非常紧密 是 而且有两个人没玩到游戏感觉 对 你看刚才那个传奇对抗赛 上路两个人也是玩不太到游戏 这个明星对抗赛 感觉上路两兄弟 现在玩游戏的机会也比较少 都是在自己补刀 然后现在下一个的打法 就是一直压制着兵线 所以在 比较近的时候 Saniel哥不太敢扛兵上去硬换 但是后面有队友已经来了 松松这边直接来到上路 但是一米哥也到了 堆了一个血球 一面直接撞上 配上了狂风 绝击下 投雷卡拉斗 乐山西撒掉了对面 实际上对面再利用一个大招 直接冰爆爆死了 赶到上路支援的刘青松 而且UZ跟KASA也支援过来了 JKLAM交闪还是没Q到 UZ之间二队Q上 就拿到JKLAM的人头 侧面小天赶紧开UZ 摩页想要走 但UZ在摩页跟上 感觉又是一个回应级 哇 感觉这场 KLAM前期UZ有点无法 应该是 左边的小局 对 松松的小局 松松的小局 感觉扛不住了呀 这边直接被去卖塔 接大招 生命完整 想杀弗兰托 弗兰托直接被等下一个大招 抢到这个人头 回应线又Q到了独音币 Q上去 我闪现躲拉人的Q的伤害 摩页 漂亮 KASA KASA这一波 也很熟悉盲森的一个技能 但是后去Luki是交了闪线 让自己的一个技能 加上普攻 硬是把这个人头给拿下来 后续 都音币这波还要进来吗 因为UCI是要赶过来支援 对方毕竟人多是重 四个人 所以听UCI决定撤退 是 这波听不得赛 转线很灵活呀 直接 知道不能再这样拖下去 直接来了一个小抱团 来 音币哥走 经过眼雷 我感觉这波要 发现了这波 要草丛原子弹了吗 这个位置先被定住了 好像没什么机会 直接被斩死 踢下来的弗兰朵跟UCI 想再来一波二打三 UCI这个位置 在掩护弗兰朵 德塞可能要先被UCI A死了 德塞在原地等了一下 知道自己跑不掉了 弗兰朵在两个人间 一来一去 非常的快乐 想先杀小菊 小菊杀掉之后 上面还有一个小天 闪现 躲掉了小天的晕眩之后 再一兵拿到这个人头 而走到绝路的Rookie 应该也只能是等着被收掉了 哇 远方 射强哥回头的一个Hasaki 这个Rookie的位置很有意思啊 但是被发现了这个生命 Rookie的身体射起来 那自己怎么办 被吹起来 Hasaki这边感觉Rookie也要倒了 而且英比哥这个大招 直接是炸死了对面的艾峰 这样 两边再一次打成了一换二 这波UCI是想要硬杀 勒帅勒帅勒帅 反手一个Q技能 把自己回了一口血量以后 后家看见小天 有没有机会出通股间 但是正面Casa也复活感到 那人数上面还是有差距 所以现在整个局面 还是被TeamUCI给掌握住 是 而且经济打着打着 已经领先了6000多了 这个位置中路防御塔的血量 也不太健康 这波有没有机会来推一下 但是看到这个TeamUCI 没有这样的想法 弗兰朵 弗兰朵这位置扛着塔 来回来去的玩 吹起小天 但是并不可能在对方塔下接打 UCI已经在这边埋伏了好久了 看等一个有缘人 一个人去偷偷推塔 因为英逼哥这场的等级确实是 也没有来得那么高 因为有所谓的 这边GRP800减速到 技能全中 有没有机会啊 但是这边英逼哥好肉啊 大招还被打断了吗 火箭要再上来回了一口 救出回了一口之后 英逼哥这边一个人占两人 小橘在爱翁在后面给他加盾 弗兰朵顺路先收掉一个刘青松 Casa的大招也是定住了 很绝望 五个人 这一波支援速度 TeamUCI来得更快 而这时候JK Love一个人 孤独的在本场比赛 终于有人注意到这个小龙了 主要你不打 打到第三条龙 这个地形都不会改变 就现在对于Lashai来说 可能真的是需要靠着龙这种额外的一个属性加成来想办法弥补他们现在巨大的经济差距 对 现在打大乱斗的话是感觉有点打不过这边TMUZ了 而且派克这个英雄没有斩起来的话 其实中后期是比较难发力的 对 主要他们现在我觉得伤害面上面是完全不够 因为即使有一个传统法师维克 但他毕竟出装上面是手足功能性的 也去的一个黄龙PK 这边这个拉我感觉伤害还不错 莫也伤害回来的T会来了 这位置直接单杀 哇 他这个芒生操作幸运流水啊 是的 这波是一个完美操作 秀起来了 这边勾回一个KASA KASA这边钻过地道了 但是正面的队友已经赶到 但是松松钻过来感觉自己位置不太好 这位置一个生命玩也射线 输出成分伤害 但是还不够 是 而且旁边隔墙的Luki一直在凤凰地做输出 对方跟不上 反而是进场的 UJI直接被TOMUZ给勾了回去 位置有点危险 后方小明给了一个盾 小明即使是玩一个小局 还是在凤凰地保护UJI 但UJI这个位置还是最后是被JKLUB给收掉 他在这边 看一下后续 拿掉了两个人都将了闪现 JKLUB直播 芒生秀起来了 拿到了三杀 哇 这IG3C打团恐怖如斯啊 只有都能打赢吗 这个是IG3C最喜欢的就是我们练势了 但是我们要打波 这里有四个人被我们包围了 这里有四个人 哇 IG这3C打团真的是个个拉满 JKLUB直播这个芒生已经很亮了 但是没想到 一个大招 但这边走位很灵活 被Ruki躲掉了 反手 这波感觉一米哥有点危险 再吃了一口 能不能杀 大招能不能唱完 没有唱完 但是配合 在这十分钟 十七分钟内把 把这个派克慢慢给练起来 勾了个闪现 但一米哥都随便过来了 JKLUB直播 先下等下等下 这个位置已经被秒掉了 而且侧面一米哥在三人群中开了一个大招 再炸死一个Ruki 被特务学生勾过去说 大招血量没有算好 一米哥给自己的打野点了一个赞 兄弟不愧是我的打野 来这边 对面 并不是对面 后续再一个雪球 直接推雪球 怒斩掉了自己的打野小伙伴 是的 而幽赛这边被JKLUB所追击 JKLUB最后一个Q拿到这个人头 哇 JKLUB休息来了呀 不重 哇 两边左卫都非常的好 勾帅小左卫利用一进的一个额外移出 但是这一波很漂亮的一个转弯 可惜亚索刚刚不在场 没有把这个转队载 只能靠对面一个人的伤害 但是勾帅把自己给奶了起来 利用自己打个额外的护盾 而且侧面来了个小天 小天这位是一勾勾回 幽赛 幽赛在原地 被晕住了 幽赛这位选了还可以 侧面布兰多这些进场斩杀到了小天 而且幽赛趁击凯旧 再Q到德山 德山也被幽赛杀掉 幽赛再摸一下队友 幽赛这波也很秀啊 但是侧面RUKI也在疯狂输出 RUKI这位先杀掉小明 再解决这边的敌人 小明这边还没死 给自己一个盾 没有死掉 而且小明的小Q已经过来 帮助后方的Q机来挡住 但可惜也是被扩散的 一个Q机能给减速到 看一下摸眼 这个Q机能命中了 哇 两边的茫生都在 抱堂过来 RUKI这个位置会不会被发现 被幽赛捕捉到 推球 从侧翼要切入 但是我直接配合RUKI的一波 控制想秒 UJI但是伤害量不够 反而这是自己 施了狂风决定杀以后 去进场的身上 直接拿下double kill 或许UJI在后面 又是提到了小天 瞬间了 帅队的四个人已经倒下 哦 这个大定住了 刘青松 也好 这边过来看一下 视野的Gk勒比一 approaches 这不点门之后 上来感觉不对劲 能不能换掉 这边换掉了 Gk拉我摸了一个眼 这个执行队也很猛 这边是踢一下 但是Q过去 再這一拧 就会回去了 反而是先 一脚 调了个角度 把两个人都踢开 再Q一下F6 漂亮 这波操作 行云流水 VB 这个血量 一个大招 惹赛直接拿到一个双杀 有没有机会继续去追 还在点进草 没视野 给自己一个盾后面有TP 又在这边上来了 RQQ 想杀小天 小天交出闪现 没有死 而侧面TP过来的 哎 现在轮到UZI的闪现撞墙了 哇 这很尴尬 一个篮球过去 想要尝试打控制 反手 DWB 又是一个火箭要在一马当前 直接配合 狂恐决施展进来 刘青松直接被秒掉了 UZI这边黏住小天 小天的位置有点危险 在旁边陆一帮帮解雷威一下 这边一样硬停进去 勒帅这个位置 前在前走 回头打出一个春根以后 生命王姐现在在这个爱口 交款还不错 这边斩出再一个春根 再拿大招也是直接过去 UZI在这边血量不是很多 但是能力率率还是比较高的 现在更花起来了 两个踏钱斩 拿下两个人头 以后后续 在街上一踢 虽然换掉了一个巴德 但是JK Love 感觉也是走不掉了 UZI的一个大招 配合后续 踢上去 最后 应该是要一波了吧 这个位置还想摸眼 踢回来了 翠神 翠神也被UZI拿到人头 那最终我们要先恭喜TPU在先下一城 1比0 暂时领先 恭喜 打得还是非常的欢乐 我们觉得很紧张